到数16秒 生鹅排水系统启动 以保护发现号及发射台 不受升能干扰 尝试开动主引擎 到数5 4 3 2 1 燃点推进器 发现号升空 穿梭机冲上云霄 为全球打开另一道科学之门 发现号已脱离发射台 几千年来 人类举头遥望太空 直到最近一个世纪 我们才真正展开太空之旅 几个世纪以前 几乎所有科学家都相信 圣经所述的创造 不过 当第一名太空人登上了太空 许多科学家就此背弃这段历史 许多天文学家都相信 我们的太阳系和在其内的行星与卫星 是45亿年前自行形成的 并不是创造者的功劳 我们进入太空又找着什么呢 太阳系的行星与卫星 是否支持这种观点呢 还是跟圣经的观点吻合呢 问题的答案一定让你震惊 欢迎观看真的假不了的 天文学第一集 扔出来的太阳系 我是节目主持 Spark Salis 几年前我在美军太空计划 认识工程师 加入时我是个 无神论者和进化论支持者 离开时我是个 创造论者和基督徒 本篇会为你展示许多证据 包括一些曾说服我的证据 证明真相来自圣经 而不是进化 这个系统从何而来的呢 对于我们太阳系的由来 有两大理论模式 简而言之 太阳系是创造而来 还是非创造而来呢 我们在本篇使用进化一词 来形容那些认为 太阳系非创造而来的观点 当然进化这个词 一般指生物上的进化 但是天文学家就采用广义的理解 因此我用进化这个词 谈及的并不是植物和动物 而是指一个相信太阳系 及其内的一切都是自行形成的观点 我从前相信进化 但现在已经不信了 我现在相信 整个宇宙及其一切事物 包括太阳系 都如圣经所述 由神所创造 当然今天仍然有许多科学家 坚持不同意这个观点 那些人不相信有创造 他们相信太阳系 是几十亿年前形成的 跟创造者不相干 本篇会让你发现 他们这一套模式是错的 当然也无法证实 创造的模式是正确 毕竟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 是无从由科学去验证的 我们只能找出 最合情合理的情况而论 这就是本篇的主旨 许多人都以为 一切的论据都指向进化 当我们在太阳系漫游 不妨问问自己 那些行星和卫星 是否由进化的观点一致呢 我想你会得出否定的答案 我认为 你反而会发现 跟创造观点完美结合的证据 创造的观点源自于圣经 圣经记载 起初神创造天地 圣经没有记载 天地出现的确实日期 但从圣经的其他章节 我们可以推算 大概在六千年前 我们看过月球无数次 只会视为理所当然 也不懂欣赏月球的美态 但不止月球的美态值得欣赏 像地球一样 月球也同样是为我们 而创造和设计的 首先 月球的引力 促使地球上海洋的潮汐涨退 对地球上的生物很重要 月球引发的潮汐 促使海水循环 防止海洋变成一潭死水 助长鱼类和其他生物生长 月球与地球的距离也是刚刚好的 稍微远一点 引力不足以把海水涨高 相反稍微近一点 潮水就会太高涨危害我们 月球当然不止为潮汐而存在 圣经说 月球是给住在地球上的我们 一些记号和节力 为了这个目的 它有特定的位置 月球围绕地球转动 定期运行到 几乎地球与太阳之间 当此发生 只要你站在一个正确的位置 就能看到日时现象 留意 月球如何刚好遮蔽太阳 月球比太阳小400倍 而距离地球 太阳也叫月球远400倍 这才能出现日时 这个现象有助我们研究 太阳部分的大气层 因为平日阳光猛烈 有些东西我们不能直接观察 在太阳系里面 有100个其他卫星 无一个会在其围绕的行星里面 出现日时 只有我们月球 有特定的体积 位置和距离 才能出现这些 美妙的天文现象 从地球看到的月球侧面 有几个主要的特色 这里看到一大片黑色的表面 称为月海 相信是大型熔岩流出 变硬而成 月海一般相信 是由巨大撞击而成的盆地 据说在遥远的过去 由大型物体撞击月球 形成庞大的盆地 这股撞击力非常猛烈 把月球地壳破开 让熔岩散出 筑满盆地 这似乎解释得很有道理 但问题是 由撞击到熔岩流出 究竟虚拾多久呢? 很明显不用很长时间 几小时几天 也许长达一两个星期 但进化论者却相信 由撞击到熔岩流出 历时五亿年 为什么他们会相信呢? 因为在月球表面 我们可以看见许多幽灵陨石坑 这些幽灵陨石坑 就是从月海里凸起的陨石坑 它们给熔岩填满了一部分 但没有完全淹没 所以我们才见到它们 另一个例子 留意一些陨石坑 是坚确而清晰的 表明是熔岩填满月海之后形成 因而这不是幽灵陨石坑 幽灵陨石坑是如此模样 是从硬化的熔岩里隆起 这些陨石坑 在熔岩出现极座部分填满之前 已存在于撞击盆定 换言之 它们是在撞击后 但在熔岩拥出前出现 这里解释故中关键 由于进化论者相信 几十亿年才能成型 并总结称 新陨石坑形成了非常慢 只有在太阳系初期一段短时间是例外 不然月球的月海里 便会出现更多陨石坑 但月球上其实有许多幽灵陨石坑 由于进化论者必须相信陨石坑形成速度慢 故它们也不得不相信所有幽灵陨石坑形成过程 都要历史五亿年之久 这个想法合理吗? 不合理 如此巨大的撞击 当然会对月球有即时的影响 如果认为月球在受到撞击后 会等上五亿年才做反应 那实在太可笑了 进化论者之所以相信 理由只有一个 就是忠于它们几十亿年的假设 如果放下进化的看法 审视证据 我们会看到什么呢? 我们看到陨石坑形成的速度 过去比现在更快 看着月球 人们会猜想 月球如何出现的呢? 从哪里来的呢? 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 它从哪里来 这是创造周第四日的创造 神说 天上要有光体 可以分昼夜 做记号 定节令 日子年岁 神创造了两个大光 大的管理昼 小的管理夜 又造众星 有晚上 有早晨 这是第四日 但建坏论者不想接受创造观念 所以寻找其他答案 1960年代 太阳神探月计划回航 建坏论者就为之而雀跃 他们认为 探月任务有助理解 月球如何自行形成 当中不涉及创造者 这位是太阳神17号太空人 哈利森·史密特 他不只是最后一名 在月球漫步的太空人 更是一位地时学博士 史密特与其他太空人 收集月球表面的样品 带回几百磅月球岩石 这批月岩 显示了一些有趣的资料 当时 对于月球的由来 有三大进化理论 进化论科学家 热衷分析这批月岩 以证实 哪套进化理论正确 三个理论如下 分裂理论 星云理论 以及掳获理论 太阳神任务结束数年之后 美国太空总署发表报告指出 在过去几年 即使我们所知道的增多 但我们仍无法在三个理论里做判断 我们仍需更多数据 甚至新理论 才能圆满地解答月球的由来 我们已经有几个理论 但为什么要说 我们仍然需要更多的新理论呢 即使是我们现在的是错的 换言之 进化论者需要提出新观念 而另一个新理论很快就冒出来了 这次又跟小行星有关 几十亿年前 一个巨大如火星体积的小行星撞向地球 小行星和地球在这次灾难中两败俱伤 许多物质飞散到太空 有些物质形成月球 其他跌落地球 这个理论究竟有多好呢 媒体会告诉你 是经过电脑模拟验证 证实是真的 这话很无奇 首先 电脑模拟实验根本不能证实什么 最多只能提供事物可能发生的情况 其次 这个模拟实验是基于一组很狭窄的参数而定 你需要小行星确切的体积大小 确切的运行速度和确切的角度 才有模拟的可能 即使在这组狭窄的参数里面 其可能性也带来了不少的震傲 许多进化论者也不接受这种模式 比如 有一名持进化观念的天体物理学家 曾抱怨说 撞击力度需要极其温和 实际上需要有人拿着如火星般大的物体 刚好在地球上很接近处放下去 避免扰乱地球的轨迹 不止如此 近期科学家从探月带回来的土壤样品 做深入的观察 发现其中的样品含有水分 震惊了进化论者 根据巨大撞击的理论 今天月球不能有任何水分 因为不是早已蒸发 就是消失于撞击中 这个近期的新发现 大大动摇了巨大撞击的假设 这是进化观念里 唯一一个解释月球由来 较可取的说法 意味着进化观念不能解释月球的由来 圣经一直都正确 一点都不必惊讶 一直以来许多的证据都显示 月球不会有几十亿年的年资 例如位于月球的阿拉斯特克斯高原 这是其中一个长久以来 颇多争议的地方 多个世纪以来 人们会在此偏见闪光或者短暂的光芒 由于是瞬间发生很难拍下照片 但有点击记载可以追溯到1500年代 其实现今的月球地质依然活跃 会从火山口喷出气体 进化论者否决所有不寻常的现象 始终无稽之谈 在他们的观念里 月球的火山活动 已于32亿年前就停止了 月球又老又冷 又了无生气 不能地质活跃 这是他们常说的话 不过终究是证据胜于雄辩 1968年美国太空总署发表了 月球事件纪要年表 报告列出月球579个不寻常的观察和事件 几年后太阳神15号升空任务 就要梁夺从阿拉托斯尼火山坑 释出的冬气 显然月球是地质活跃 这也配合月球只有几千年年资 它不再是又老又冷 又了无生气 有趣的是 进化论者对大部分理据仍然拒绝接受 2006年一份研究称 我们一直相信地质活动 早已于32亿年前停止了 但我们现在承认错误 月球的地质活动一直持续 直至一千万年前才停止 他们仍然没守几千万年的理念 他们不能接受月球是年轻的 而且地质活跃到现在 毕竟承认月球是年轻 就是承认圣经是正确 这点他们不想妥协 关于进化模式 我们还有一点尚未讨论 太空人登月 带了许多实验要在月球测试 其中一个实验叫月球激光测距 简称LRR 太空人把特制的镜片留在月球 留下镜片的地点 就是太阳神登陆的地方 分别在太阳神11号 14号 即15号三次任务里面留下LRR的反射镜 反射镜是如此模样 身处地球的科学家向其中一面反射镜发出激光 如果激光射中目标 其实很难射中 你可以想象 但他们做到了 激光就会反射回地球 科学家就会量度反射回地球的光有多长 从而准确聚散月球距离我们有多远 这项实验仍然继续 这是唯一一项仍然继续的太阳神实验 重点是科学家发现 月球每年都会移离我们远一点 在太阳神任务之前 科学家已经有怀疑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量度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 月球影响地球的海洋潮汐涨退 让海洋靠向月球的一边高涨 但地球自转 让高涨的海水被拖动 高涨的海水形成一股引力 牵引月球 让月球加速 移离轨迹 在此不再深究这个复杂的过程了 最重要的是 月球每年移离地球3.8厘米 即每年移离一寸半 这是我们多年来量度的 我们确知是如何发生 每年一寸半可能不算太多 按此运行 月球过去移离的速度可能更快 回想过去 月球可能比现在更接近地球 其实这个计算显示 月球在15亿年前是贴近地球的 这个显然不可能 进化论者声称 月球绕着地球运行了40亿年 也是更加不可能 这就是月球显为人知的一面 进化观念解释不了月球的来历 进化观念解释不了月球如何地质活跃 进化观念解释不了几十亿年的 月球移离现象 圣经所说的月球是对的 年轻的月球是为我们而设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